所以我们老师最常用的情况其实是使用画笔 然后挑颜色对不对 然后就可以在上面直接去书写 那在远距的时候老师可能会用滑鼠去写 滑鼠去写 那这时候你就会体会到说如果我有手写版 我用那个笔直接在上面写 或者我有触控荧幕 我用笔直接在上面写的话 就会好看很多 有没有 那个字机就会不一样 那所以 就比较有需求老师就可能要再去买一下手写版或者触控荧幕 那所以这是一般的书写的方式 那这个功能在你切换到Windows画面的时候 是一样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一样可以在这边做切换 注意 有没有 所以这个功能是通用的 通用的 回到白板 那比较特别的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签字笔的工具 请你点一下之后再点一下 点第二下 出现了一些神奇的选项 所以颜色除了这三个基本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 然后你的粗细 粗细可以选 然后这个是透明度 透明度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决定这些东西 那这前面是笔的形状 那所以这个是水彩笔 如果是水彩笔的话 画出来是这种感觉 那如果是这个签字笔 这是签字笔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去选择你喜欢的笔 那比较要特别说的是这两个东西 这一个叫做雷射笔 各位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你在教学的时候 这两个笔比较不一样 这个雷射笔 一般我们用荧光笔 这个雷射笔 跟你用其他颜色 用透明的黄色 你如果用透明的黄色 这有点像荧光笔的效果 但是如果你用这一个 不好意思 切过来 这个叫做一般的荧光笔的效果 如果你把透明度射高一点 但是雷射笔有什么不一样 雷射笔比较 它一次只显示一条 也就是说 各位同学请注意这边 接下来请你注意这边 有没有看到 当我画第二条的时候 我换一个颜色 当我换第二条的时候 第一条自动会消失 所以它一次只注意一个焦距 一个焦点 所以你在讲新的焦点的时候 前面那个会自动消失 这个叫做雷射笔 它用途大概是这样子 那最最最特别的是这一个 这个叫AI笔 当我们要画一些图 切换画面是 点上面这个 工具列的最上面这个 这个可以切换你的电脑本身的画面 跟白板的画面两个中间做切换 好所以当我们在画这个 在讲解重点的时候 如果这里是你的教材 我就可以用前面 前面四种笔去做一些说明 或者强调一些重点 荧光笔或者是雷射笔去去讲一些重点 去画一些线条 注意的事项 但是如果你需要画图的时候 各位都知道吧 如果尤其像我这种没有美术素养的老师 我们不是美术系的从小那个艺术细胞就不好 那这样的老师我在做教材的时候我很困扰 对不对 我换一页空白的 假设我现在画一只小鸟在上面 我要做教材 那我如果用一般的笔 假设我用这随便一般的笔 我画一只小鸟 你看你用那个滑鼠对不对 画的可能不会很顺很漂亮 因为滑鼠本来来画东西就受限嘛 对不对 好那假设我今天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我有手写版 我是直接用那个手写版 或者是用触控萤幕上去画 那我可能就细节上面 我就会画的比较 那个线条就会比较顺 线条就会比较顺 对不对 但是我就真的觉得我自己画的东西 其实真的很丑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可以使用AI笔 各位强大的地方来了 当我选用AI笔的时候 你图画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要画一只小鸟 你看我随便 我随便画一只小鸟 好然后你画完等一秒钟 左边就会出现他电脑的AI会判断你画的可能是什么 然后他判断出来如果你觉得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可以继续再加画 继续再加画 他就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接近 好假设他猜到你要的东西有在里面了 那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一个图 那用的方法就是直接拖曳他放到画面上 那只小鸟就出来了 好我就可以接着进接着对这一只小鸟 我在选取的功能表上面我选到这只小鸟 我就可以去着色 好这是边框 边框的颜色 好然后呢这个这个是边框的颜色 这个是里面里面的颜色 就是里面涂满的颜色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子去做很简单的绘画 好做很简单的绘画 好各位试一下请你选AI笔 好刚刚这个前面就各位有空自己练习 这个都太简单了 请各位点选AI笔 然后画一个你想要画的图形 然后把把电脑AI所辨识出来的图 把它拉出来 然后拉出来之后 好拉出来之后你用选择的功能 这是选择的功能 选到你的图然后去做填颜色的动作 好请各位练习一下 好那个AI笔或者其他的画笔 在Windows的部分一样都可以用 好你看我现在切换过之后 一样是可以在Windows的画面 把东西给叫出来 好一样是可以去做绘画的动作 然后一样是可以用雷射笔去强调重点 好所以各位老师再试试看哦 好再试试看 不管是在白板的画面 还是在Windows的画面都是可以的 点ercase então 我们够需要